今日,美国人和中国人又干上了,他们炮轰中国人竟然花八百美元买一件衣服,是脑子有问题,什么,美国人难道不买点好的衣服犒劳自己吗? 可是,一项权威统计数据表明,今年全球几乎有一半的奢侈品被中国人买回家了。 我们通常认为从不存钱的美国人,其实很抠门,为什么美国人不买Goozie LV,这类中国人常购买的奢侈品? 这十个理由揭开惊人内幕,一不买奢侈品,老美更爱打折祸。 在美国,消耗品一般都比较便宜,别说800刀一件的衣服了,普通人觉得100刀买一件衣服都是很贵的,什么样的收入配什么样的消费水平,大多数人不追求贵的,只追求对的。 不过,其实他们也不敢追求贵的,这又是为什么,且看下一条理由,而突然换上阿玛尼,可能丢掉工作。 在美国,一个普通销售小白领,如果突然买了一件奢侈品牌大衣,他的同事并不会贱目,反而会感到疑惑,他被约提提拔了,或者他跟CEO有一脚,在这种猜想下,他丢了工作都有可能。 所以,没有人愿意花钱毁掉自己的前途,在有些奢侈品,美国人并不认同。 其实很多中国被分类为奢侈品的东西,在美国根本就不算奢侈品。 比如CK的男装内裤,在折扣百货店Rose卖9块9毛每条,在CK的专卖店也不过卖19块93条,这怎么能成奢侈品? 比如护肤品,像兰蔻不过几十块钱一瓶,欧莱雅那种牌子,甚至在街头小百货店,小药店都有卖,十来多块一瓶也谈不上是奢侈品了。 而Coach包包,在美国唐人街,华人大妈们人手一个,简直就是环保贷等级,私品牌太多,美国人的选择太多,在美国能够买到的品牌实在太多,人们的选择面很宽,所以就不会具有余非打牌不满,就算财富高于普通的打工族的富人,只会选择性价比更高的商品。 一个网友就口述自己的美国同事珍妮,在梅西百货买男士围巾,网友很好奇珍妮为什么不买那条博百利的格子围巾,珍妮不解,拿出围巾,从花色到样式,从设计到质的,说得头头是道,并说,虽然价格差不多,明明是这个小众牌子性价比更高,我为什么要为那些大牌的天价广告费买单呢? 不过非LV太大众化,美国人爱标新利益,其实,美国人不愿意用大牌来包装自己,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,那就是他们从生下来的那一刻,就把同体看得高于一切,喜欢将显个性,标新利益,把自己搞得越小众越好,选择那几个所谓的大牌,显然并不能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目的。 六百千花在刀线上,金钱关于众不同,美国人重视精神层面的消费,相对于花冤望钱在消费品上,他们更愿意为自己消费,提升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品质,比如旅游,运动,养生,聚会等。 七不爱装扮自己,更爱为家庭花钱,相较于用奢侈品来往自己身上贴近的中国人,普通美国人更愿意把钱投入为既家人情感,以及家庭基础建设上。 一名叫蒂弗尼的瑜伽教练,日常生活中他总穿着平家的衣服,然而愿意在重大活动前给全家每个人,买400美元起价的标准感烂袖套装。 很多人都认为美国人的亲情观念淡薄,家庭概念也不太强,可事实上,美国人是十分重视与家人的感情联络的。 把富豪在老美的印象里不是好东西。 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,定资产至少740亿美元,完全都是不差钱。 然而他日常出行就开着一辆1.6万美金,约有了9128人民币的本田费度,衣柜都是清逆色的T恤。 大部分美国人从小就受到洗脑,认为有钱人是一个非常糟糕,自私,宣复,伪善,看不起普通大众的群体。 即使是属于有钱阶级,都怀有罪恶感,希望自己看上去像穷人一点。 或者,干脆把自己的身家财产捐出去,让大家不会那么用囚服的眼光看自己,就大家都用二手。 不丢人,美国二手网站很多,其中很有名的就是Creexless,上面会公布当地的二手信息,很多几十美元的东西。 在二手市场一两人就可以买到,而且美国每年二手车的销量甚至超过新车,使美国人很可能比你穷。 其实,美国人也不是不喜欢高端品牌,但奢侈品的消费者大多只限定在固定人群,比如企业精灵,时尚界人士,演艺明星,职业运动员等。 跟中国那些占人口1%却拥有90%的财富的有钱中国人相比,普通美国人要花钱的地方太多,睡太重。 大学的学费,书费,体育比赛,门艺演出,老人家庭护理,美容美发,房屋维修,汽车维修这些地方,美国的消费都比中国要贵很多。 普通美国人没有理由为了根本无法显摆自己而买奢侈品。 那么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? 答案是,超市很受他们的欢迎,在美国总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超市。 它们各有自得特点,但哪家最好呢? The Fiscal Time 评出了十家美国最好的超市,去美国旅行的你千万别错过,不然就亏大了。 1.Wegmans 得分,九十分部,纽约州,新格西州,宾西巴尼亚州,马里兰州,马萨朱萨州,福吉尼亚州,建立时间,1916年。 2.Publics 得分,八十七分部,佛罗里达州,阿拉巴马州,佐治亚州,北卡罗赖内州,南卡罗赖内州,田奈西州,建电时间,19303。 Triber Joyce 得分,八十七分部,全美。 建电时间,1967年。 4.Fairway Stars 得分,八十五分部,爱荷华州,奈布拉斯加州,伊利诺伊州,明尼苏德州,南卡罗赖州,建电时间,1983年。 5.Market Basket 得分,八十五分部,新罕布什二州,马萨朱萨州,免金州,建电时间,1962年。 6.Costico 得分,八十四分部,全美。 建电时间,1983年。 7. Reilly is 得分,八十三分部,加州和内华达州,建电时间,1935年。 8. Sport and Farners Market 得分,八十三分部,加利桑内州,加利福尼亚州,科罗拉多州,内华达州,新墨西哥州,俄克拉荷马州,德克萨斯州,犹他州,凯萨斯州。 建电时间,2001年。 9. The Fresh Market 得分,八十三分部,东海岸,中西部。 建电时间,1982年。 10. Stata Bruce 得分,八十三分部,加州。 建电时间,1936年。 其实,消费习惯无功对错,找到适合自己的,目的都是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